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鲁台长 请讲 是鲁台长吗 是是是 请讲 你好 你好你好 我是75年的书徒的 书老鼠啊 我是 你想看什么 你讲吧 我是 我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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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看我自己 我现在很痛苦 嗯 我不知道为什么 感情上啊 嗯 嗯 你自己 想想 为什么 有什么为什么 就是缘分不够呀 听不懂啊 听得懂吗 嗯 你要你要记住 这个世界上有缘分 什么事情都能做 没有缘分 就是做了 慢慢也会没有 明白了吗 啊 我 我不明白 不明白 我 我好像 我要么 我都想听你 好像你这样说 要放下 嗯 我好像放下 嗯 我像很多事情都很算 因为我以前没有信观音菩萨的 嗯 我一个多月 现在一个月内进 嗯 我好像 好像你说的 要放下 嗯 把事情放下 放呀 可以自己 你什么 为什么放不下 知道吗 就是因为你 舍不掉 因为你觉得这个事情 对你很重要 我想问你一句话 你就知道了 等到 小的时候 你那些放不下的事情 现在还有吧 小时候 现在还有吗 还记得清楚吗 那我问你 你等到七十岁的时候 今天这个事情 还会什么 变成大事吗 现在明白了吗 我问你啊 五十年之后 你在哪里啊 你说不定已经进棺材了 你现在还会像现在 这么痛苦吗 明白了吗 很简单了 你说什么 什么舍不掉啊 我问你啊 你小时候喜欢的东西 现在还有吗 你不要说这个了 你就是你父母亲 以后也会死的 对不对啊 连你自己以后都会死的 你有什么舍不掉啊 你小时候 连一个新的书包 你都舍不掉 你现在先想想 你小时候的书包 还在哪里啊 你小时候还舍不得 你的同学 现在同学在哪里啊 等到你七十岁的时候 你想想 今天算什么大事情啊 你这叫没出息 听得懂吗 你这叫没出息 听得懂吗 我不知道怎么说 我国语不是很好 卢台长 我知道 因为你在母亲里说 我的 我的难关是 不是 我是 不是 我是对不起 就是 我 我而言 我而言呢就是 我不 我不想亏人家 我也不想亏我自己 我这是自己 做好自己 我刚刚已经跟你讲了 你是感情问题 听不懂啊 我不是感情问题 卢台长 我真的不是感情问题 好了好了 你现在什么都不懂 卢台长 这个电话你不要打 你以后打 九二八三二七五八 好吧 因为你现在 对什么都不理解 你现在打这个电话 没有什么用的 你要打 九二八三二七五八 你现在思维混乱 境界不高 你又不是学博人 你自己好好念经 好好念经啊 听得懂吗 卢台长 我现在功课怎么做 因为 你要念经啊 你不念经的话 你什么都放不下的 每天新经 我已经念经了 每天新经念 二十七遍 好吗 经心送 我先对你说 因为我是从德国打过来的 我经心送对我说 我知道 你从德国打过来也好 不管全世界哪里打过来 你要记住 不念经的话 没有一个人能帮到你 你念了经之后 菩萨会给你智慧 让你想通 想明白 你要知道靠人来想 是解决不了的 你现在国语也不能太好 你现在最好 找一个国语好一点的人 以后帮助你打电话 问一下你的情况 好吗 好 我要放下多少条鱼啊 卢台长 你放声要放 三百条鱼 三百条鱼 好吧 然后你要把这个事情解决 解决咒要念一千零八十遍 多少啊 多少 解决咒 解决咒 念一千零八十遍 一千零八十遍 还要念往生咒 小房子 小房子要六十八张 六十八张 嗯 卢台长 我想问你 我们家里的佛台 应该放在哪个位置啊 放在左面 进房间的左面 进房间的左面 靠窗户那个地方 啊 啊 明白了吗 明白 嗯 好吧 你们家里有没有灵性啊 你们家里有灵性 有灵性 啊 在你们家里的右面 右面一个门 就是进房门 睡房的边上 有一个很小的堆杂物的地方 啊 明白了吗 明白 嗯 要几个小房子 几个小房子啊 这个不多啊 这个念十一章就可以了 十一章 好吗 要按路台长 你要听话了 你小房子念了之后 人会好起来的 你要听话 你要天天要求观心菩萨 观心菩萨 保佑我身体健康 脑子智慧 明白了吗 我明白 好了 我明白 嗯 嗯 我明白 好了好了 好 好 再见 哦 好 喂 你好 喂 喂 你好 喂 你好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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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是师父吗 哎 哦 我想问一下 我是八八年属龙的 八八年属龙的 想问什么讲吧 不是 我想 听不见 想问什么 喂 听不清楚 我想问 我想问就是我明年想过去澳大利亚念书 八八年属龙的想到澳大利亚念书啊 对 八八年属龙的想到澳大利亚念书啊 我之前有念过但是就是我想再回去 八八年属龙的 嗯 你还可以再来读书的 嗯 因为我想之后就是毕业过后我想办那个技术移民 可以吗 师父 我最怕你是什么 你的命更当中 犯桃花太多 如果你在这个当中一直犯桃花 你留不下留不在澳大利亚的 嗯 知道 你自己要是干净一点有这个可能 现在我看到你留下来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四十 读书是百分之九十 好 你如果乱七八糟 不敢好好地改你过去的这种烂毛病 你是留不在澳大利亚的 我跟你讲实话 听得懂了吗 好 知道 你过去不好好读书 谈恋爱 是 是 好好改毛病啊 谈什么恋爱 谈恋爱还读着好书了 听不懂啊 嗯 知道 那师父看我身上有没有联系 你念经了没有啊 有啊 身上有零星 那需要几张小包子 三十四 三十 好 嗯 好了 那张比例多少吗 数什么呢 八八年数龙 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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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了 好 现在师父 好好努力啊 嗯 嗯 喂你好 哎师父 啊 你好 师父 你等一下师父 感恩师父 哎呦 感恩关心 才能让我打通电话 嗯 师父 嗯 师父 讲吧 哦 师父 我想看一个 就是一个 哦 他们的夜照 让他们自己背 师父 不让师父背 就是看一个 零六年的男孩 属那个狗 看看他的那个就是学业 还有一个 他就是什么时候能到澳洲读书 还有他身上有没有灵性 师父 哦 师父 身上没灵性 没灵性是吧 高度来读书 嗯 也有可能 有可能就是什么时间段哦 看了自己去找时间了 还有他唯一的问题就是他执着脾气不好 小孩是吧 对啊 脾气倔的不得了 倔 很倔的 啊 不倔的话 这么倔来干嘛 啊 这么倔脾气来干嘛 小孩 师父 那他的涂层颜色是什么 不知道 涂层颜色 他的涂层的颜色 出狗的 啊 出狗的 对的 零六年的狗 偏生色的 生色的是吧 偏生色 哦 偏生色 嗯 好 师父啊 嗯 嗯 还有看一个那个 那 那这个小孩没有灵性是吧 用不着 嗯 没有什么灵性 他 他们一家三口都在念 念经的 然后这个小孩也在念经的是吧 嗯 没关系 要注意些什么 好好念经啊 嗯 哦 好好念经哦 嗯 师父 还有一个看看就是 八六年的老虎 男的 八六年的老虎 男的 嗯 看看他身上有没有灵性 嗯 就是 还有一个 他的 选一个名字 是不 行吗 八六年的狗 哦 不是 八六年的老虎 师父啊 没有 没灵性 好了 哦 嗯 那他 选个名字行吗 师父啊 他 姓毛 本来的名字呢 叫毛敏家 后来就是 选了几个名字 有一个叫毛兴风 还有一个叫毛红兴 还有一个叫毛敏兵 还有一个毛贝臣 师父啊 毛贝都出来 那羊毛贝好了 哈哈哈哈 我说毛贝都出来了 你叫他羊毛贝好了 哈哈 师父啊 那姓 第二个 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明兵了 明兵啊 不是啊 第二个 哦 我刚才说的第二个是吧 嗯 哦 感恩师父 师父啊 第二个是什么了 再讲一遍啊 我刚才说的第一个毛兴风 兴风的兴兴的兴 三宫的风 第二个呢 第二个明兵啦 就是日 上面一个星期日的日 下面一个文化的文 兵时那个两个木 一个三撇这样 这第二个 明兵 嗯 他本来叫明家啦 老虎 属老虎的 师父啊 第一个什么字啊 星风啊 就是天上星星的星 山风的风 毛兴风 第二个还是第二个 毛明兵 第二个明兵是吧 嗯 属老虎的哦 对 好了好了 师父 不能再问了 这个是你的弟子 师父 他这几天好像有点 要买毛兔兔什么的 你帮他看看 你好意思讲的 救命的电话 还买毛兔兔 要帮他看看 哦 对 师父 好好 你给他买个玩具 毛兔兔兔好了 好了好了 拜拜 拜拜 感恩师父 师父 感恩师父 再见 喂 你好 喂 喂 哇 他上明居然接电话了 嗯 他上明居然接电话了 他上明居然接电话了 我想看一下 我想看一下那个 就是我想看一下 我有没有灵性 这几年属什么的快奖 啊 我就有1990年属马的 啊 有灵性在 最后的 这个这个这个 臀部上面 啊 是什么 灵性是什么 啊不是 我是说他需要多少个小房子 如果把他超出走的话 哼 喂 我在看呢 嗯 这是什么 是个怪物四条腿 四条腿 啊 这么吓人 啊 你自己自然 这要当心啊 肚子不好啊 有时候便秘 有时候拉膝啊 听不懂啊 对对 对对的 他现在在搞你肠胃啊 听不懂啊 对 是的 我觉得我这个岁数的今年都不好 从去年的开始都不好 对了 他一直在搞 而且还要让你腰痛 嗯 对我今天就很腰痛 嗯 知道吗就好了 赶快给他念掉 念多少 念多少 67张 还有其他的东西吗 就只需要有七家小房子吗 你可能要吃 要吃素了 嗯 嗯 还有就是 太正我现在想要孩子 可是我现在一直就没有 你想要帮我看一下 是什么情况 不行的 现在都有灵性 他会给你孩子的 那我大约什么时候能 超出走的什么时候能有呢 什么时候要看你老公的 你老公自己不修心的话 刚才你一个人修心没用的 我老公总 您说一下 他有什么情况 他是一直就有点数码的 他信不信啊 他 他暂时不信 如果今天我跟他说的话 他应该会信 你再不让他信的话 你这辈子甭想要儿子了 真的 为什么 为什么呀 要相信 听不懂啊 他吃荤的 听不懂啊 我懂 我懂 他吃了很多活的东西 听不懂啊 啊 我懂啊 还为什么 我问你为什么 你脑子没有的 你脑子没有的 这里做坏事 这里还想得到奖状 还想受表扬啊 是我吗 我说你老公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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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吃的 也没有做 他就是 他吃 是爱吃活的东西 哎呦 哎呦 你这种人 哎呦 哎呦 全世界的人在逛 就是我要他吃点活的是吗 就让他吃素 是吗 你要叫他 要叫 能吃素最好 不能吃素 要许愿的 许愿吃全素啊 嗯 你要知道啊 你 我刚刚看图层啊 你钓过孩子 你听得懂吗 对对对 我是 而且我之前有念过 有念过 没念掉 听不懂啊 没念掉 嗯 好了好了 嗯 那那我 那我需要再给那个孩子 念多少张 这小孩子还要念 五十张 哦 一共是六十七家 对 对吗 对 嗯 好的 然后再让我老公去吃素 我不吃活的了 对吧 要许愿的 不许愿没用的 哦 我明白了 好了 好 谢谢台长 嗯 再见了 嗯 嗯 好 听众朋友们 因为今天呢 台长有特殊情况呢 所以节目不能给大家很长 所以今天呢 节目只能到这里结束了 非常感谢 听众朋友们 这个收听好广告之后 回到节目中来 那么 那么 谢谢观众朋友们